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词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 Sale Local模式,Spark Sale Cluster模式,Spark Sale 2.2和Spark Sale 1.6的对比,和Idea和Maven的下载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据,区号是241617568 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大家给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我们前节课呢已经给大家说明了一下Local模式和Cluster模式当前的启动方式,我们Spark Sale的一种启动对吧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说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说Spark 2.2启动的这个Spark Sale和Spark 1.6当中启动的Spark Sale有什么区别 那接下来呢在里面为大家做了一张图片,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进行一下说明 在这里啊大家也看到当前呢这是一张Spark Sale和这个Spark Sale在2.2模式下和Spark Sale在1.6模式下的一个启动啊 1.6模式下启动,那在Spark 2.2模式下呢我们启动的时候呢系统呢会默认帮助我们创建两个对象 分别是谁呢分别是我们当前呢Spark Contest和当前Spark Sale 并且在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当前的集群运行模式是当前集群的class模式还是我们的local模式 这是Spark 2.2的style当中自带的 但是Spark 1.6也就是下面这张图啊 朋友们咱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啊 Spark 1.6当中呢这里呢并不会告诉我们当前集群的运行模式 我们在整个集群过程当中呢不会看到 但是呢这里会给我们创建两个变量 一个呢是Spark Contest下面的IC就直接创建一个IC 另外一个就是Circle Contest啊 我们会创建一个Circle Contest 那在这里啊区别就出现了 这里需要跟那俩简单说一下啊 那在Spark 1.6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想使用Spark Circle的一个主件 那么这里我们启用的是谁呢 就是使用了Circle Contest来处理当前Spark Circle这个主件啊 但是Spark和2.0之后呢 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概念叫Spark Season啊 叫Spark Season那Spark Season呢 这里创建出来的一个对象呢 既代表当前Spark Circle也能代表一定的Spark Call 所以呢这里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也是我们在Cell当中能看到最大区别 所以呢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前Spark 2.2当中 我们当前Cell下的一种模式 多出来的Spark Season和Spark 1.6当中 我们的Cell一种模式 我们有一个Circle Contest 这是两者区别不同 除此之外在这Spark当中2.2里 我们是可以看到是什么集群运行的 但Spark 1.6当中呢是无法看到的 那OK那么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Spark和Cell 2.0 2.2和当前SparkCell 1.6的区别啊 我们下来看看